從我的背後直接環繞過去摸我的胸部 然後他又努力的告訴我 出面扣訴的女球員邊哭邊發抖 扣訴13歲時去棍球教練伸出狼爪 然後我也跟他講說不要碰我 我要告訴家長 他就說你敢告訴家長 我就把你推對 哭到崩潰講不下去 但受害的可不止他一人 再摸到我的特殇附近 然後他就會直接在那個範圍 然後就是來回摸這樣 直接跟我們講什麼時候 手會在我們身上摸來摸去 讓我們感覺到有點不太舒服 然後想離開的時候 也不知道該怎麼離開 被指控的就是這名驅棍球教練 犯行疑似超過十年 受害人當年都是國高中生 至少有十人 這名教練的冰球執照被暫停 但驅棍球仍在教學 目前更是高雄市驅棍球 女子代表隊的帶隊教練 我們很難想像的 就是一個受害人要在培訓的時候 都要一直去面對 而他代表是我們國家的隊 社會局也證實 108年時有獲報 13歲女孩遭摸凶 但當時家長不申訴 學生則是因為心裡不舒服 接受了六次諮商 但實際找上這名教練 每年都有人想要拉掉 我家裡會競爭嗎 你懂我意思嗎 有十個人想 基本上直接砲刷去懷孕 而不是一直去牽絕 當事人矢口否認 但大多數受害者已經過了法律追溯期 或是根本沒試證 只能用眼淚公開惡狼行徑 記者 劉士智 高雄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